可以看到剛剛稍早的時候 這名靈性凶嫌是已經被警方帶回了台南市的警局 第三分局 可以看到他現場是全程是彎著身子 沒有辦法抬起頭來回答媒體們的詢問 可以看到現場其實媒體記者們 大家的情緒都是非常的激憤 因為他犯下的是殺害了兩名員警 這樣如此嚴重的社會案件 事實上這一名靈性凶嫌他今年46歲 可以知道他其實是在上禮拜 就從明德外衣間來逃跑的 不過他到底昨天整個犯案過程初不了解為何 來聽聽看稍早台南市長龐偉哲的訪問 跟各位報告 東八22殺警命案我們侦破 被嫌疑人也已經在路上要歸案 經過台南市警方以及刑事檢察局 以及所有邪情包括刑務室檢察局 包括警政署 許多還有高雄市檢察局 大家共同的努力 在犯案 嫌犯犯案17小時後 能夠 逮捕 加以逮捕 告慰兩位殉職的員警 在天之靈 昨天發生我們兩位英勇的同仁 因公殉職之後 像專案小組不眠不休 大家同仇敵愷 發揮了我們警察最佳的團隊戰力 從他偷走的騎走的從現場騎走的這部摩托車 開始追起 他把摩托車停在土城高中 那也丟下相關的證物 然後接著他就搭乘計程車 再轉公車 再轉計程車 然後到火車站 再搭火車北上到新雲 又再偷機車 在新雲又搶了一家全家便利超商 然後又搭白牌的計程車 到高雄九爐交流道下 那我們非常感謝高雄市城市長 以及高雄市警察局的全力支持 我們又很快速的掌握到他 搭乘客運車北上 而且是買單程車票到新竹 所以我們在新竹立刻報告署長 署長也調度新竹市 以及刑事局的警力 先騎因為我們從台南趕過去 還有一段時間 生怕這個時空的因素 所以由新竹市跟刑事局 先騎替我們部署 因為掌握到新竹只有他一位乘客 只有他一張票會下車 所以我們隨後在我們台南市行大 以及新雲分局的警力也一併感到 我們為了不傷及其他人質 在他下車之後 趁其不被快速的壓制逮捕 在我們署長英明的指揮之下 新竹市警察局 刑事局 還有本局行大 以及新雲分局的警力 合力逮捕 那也順利的起貨我們 被嫌犯 接手的這一把警槍 以及18顆子彈 再配合現場的6個彈殼 24顆子彈全部到位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對於嫌犯所說 初步的供訴 都抱持高度的懷疑 避重就輕 那這部分我們一定會 由檢察官來指揮 嚴密的搭配現場的激政 詳細反復正反 前後的印證這些市政 絕不會讓歹徒 逍遙法外 或者避罪卸責 我想我們兩位英勇的同仁的 犧牲生命 我們專案小組團隊 在黃偉哲市長的指示之下 務必全力氣胸 給我們兩位同仁的家屬一個交代 市警方跟新屬市警方 配合非常好 如果在沒有傷害到 無辜市民的情況下 以及車上的乘客的情況下 能夠成功 攔截到檢察家裡來 那感謝 感謝行日局 跟市警方 跟新屬市警方 那我們請署長來跟各位報告 好 我想這一件人神共憤 同仇敵愷的 竟敢在白天 光天化日下 對我們執法人員 來 行兇 這種窮兇惡極的歹徒 警方 很快速的 來加以逮捕神之依法 那我想我們兩位同仁 這種英勇的這個事蹟 積極盡起的這種工作態度 值得我們敬佩 就這麼年輕的一個 有為的警察同仁 就這樣的一個隱落 我們非常的難過 以及不捨 所以 警察同仁 尤其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以及新直市政府警察局 還有行事警察局 共同團隊合作 很快速的 將這個窮凶惡極 把他繩之以法 是大快人心 而且給我們兩位同仁 一個在天之靈 一個安慰 也給家屬一個他們的一個慰藉 那第三個 我在此強調 我們警察同仁 在任何執勤 任何的一個侵入 都要敵情的觀念 以安全為最高原則 那任務的達成是需要 但是如果你沒有安全 是什麼都枉然 所以在整個一個執勤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這一點 另外我們針對安全執法的部分 再加強教育訓練 包括如何攔車 那如何來盤查 都是我們教育訓練的一個重點 好 謝謝大家 新竹待人的時候 那個嫌犯有沒有做任何抵抗的動作 我想這一次的一個情務部署 剛剛市長特別說明了 非常感謝新竹市政府警察局同仁的一個 這個非常得體的一個情務部署 不顯露以外 等到嫌犯下這個巴士 走到另外一個角落 停留的時候 同仁才一波翁用進去 把他制服是沒有受到抵抗 而且也不非一槍一彈的完成任務 警槍是放在哪邊 警槍是放置他的背包 在搜索的時候 從他背包裡面把他搜出來 那他在使用的折疊刀的時候 當時候是在身上還是在背包裡面 折疊刀當時在查看他的背包的時候 沒有發現 根據這個嫌犯的公訴 他是丟棄在某高中的附近的草叢裡面 客運上面有多少人 那他們是不知情的狀態嗎 那你們部署的時候 為什麼是要等到他下車的時候 才要去進行逮捕 是有什麼考量嗎 車上總共有12名乘客 包括嫌犯本人 那當時的嚴厲考量是 等他下車 車門關上以後再來逮捕 如果沒有關上車門 萬一他衝到車上去 再甲子人子 又延伸另外一個案件出來 所以當時的嚴厲 採取這個方式的一個部署 是從同仁的一個連累的調起監視錄影系統 以及追蹤他的軌跡 確實是很多的一個斷點的這種 的一個行動 那同仁 任何知識馬跡都放過 很快速的掌握他的一個行蹤 進而來鎖定 來再部署逮捕 請第一時間有對他開銀箱 我想這個行為已經到案了 我們會將現場的狀況做一個釐清 因為從現場兩位我們的優秀同委 又已經犧牲了 所以現場的重建 以及現場的相關的一個募集 或者公訴部分要重新再做重建 我想任何的一個犯罪 絕對是都有機可行的 所以這個案件很重要是在 整個現場的一個勘察財政的一個 線索的一個提供 組長請教一下 為什麼當初一開始是會鎖定 誠信嫌犯 我想任何的一個狀況 我們都不能排除 要一一的一個過例 那比方說誠信嫌犯有地緣關係 那從影像裡面跟他實際上的一個照片 有點連同 所以優先把他列為一個有可能的一個嫌犯之一 來加以獲利來加以掙查 那他是什麼時候被排除說確定不是他 是後來他也跟我們專案小組來聯繫 那主動出來投案說明 所以進而我們比對各種激政 以及他的行蹤來做排除 他是有通氣 所以我們也延辦 他又通氣 然後又有地緣關係 所以剛開始認為他不排除 謝謝 是在地人 阿南區在地人 好謝謝 那相關的細節部分 我請偵辦單位來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 好這個相關的一個配槍是有一個規範 你比方說交通稽查 或者是我們特種勤務的時候執行 是不配槍的 因為交通稽查來講 他不是一個強力的一個執法的一個情務 所以規範是沒有配槍 那其他的公式情務 像巡邏 像背請 像值班 這個都要配槍 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中文字幕——YK